恭喜國安京區農會讚啦 送上木製匾額 肯定優秀農民的貢獻 這場慶祝農民節大會 一共頒出160個獎項 儘管受到疫情影響而延後 桃園市長鄭文燦 仍然親自出席頒獎 表達對農民 農政人員的感謝 傑出農民之外 還有農政人員 包括家政班 包括農漁會的小組長等等 那我要特別謝謝他們 那麼在每個崗位上 全力以赴 今年桃園在稻米 茶葉 各大競賽中獲獎連連 就連農會的信用部 也拿下農金獎的 金銀績效優等獎 其中又不少傑出基農 身為農家第三 第四代 傳承父母技術 將農業再發揚光大 辛苦就是熬夜 然後不管下雨 出太陽 都還在山上 技術傳承下來 就是有人接下來真的還不錯 而且很感謝他們有這種技術 可以傳承給我 另外配合中央紓困的農遊券政策 桃園市府另外加碼200萬元 補助學校辦理戶外教學 推廣食農教育 也積極推動休閒農業 希望帶動觀光產業的發展 記者劉志展桃園報導